接下来呢我们去到下一块的内容 就是百度账户的一个搭建 那么百度账户的话呢 比360账户比较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那么它的一些设置也多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设置 这是百度账户 百度账户也一样的 就是下载的话呢 去百度搜索 这里要选择百度 百度搜索 那个百度推广客户端 搜索百度推广客户端 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点官网 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下载安装完了之后 登录你的账户 登录账户之后点这里推广管理 点推广管理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那个账户了 进入到账户了 那么百度账户最近出了一个 什么新人的一个学习 新人的一个学习就是 它新账户进去之后 会显示一个比较特别的页面 这个页面是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这里有 会显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 会显示一个这样子的页面 如果你们操作过百度账户应该都碰到了 对不对 新账户的时候 就是新账户 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界面 那如果新账户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点开始搭建账户 然后你随便新建一个计划就可以了 随便新建一个计划 就是你比如说用123456 随便搞一点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计划我们不投 就好了 明白 那这样子的话 在那个就是新账户 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新户训练营 其实我也不知道百度是怎么想的 感觉就是自己找事情做 这样子一种感觉 那你等你新建完之后 那么你接下来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进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那么进入到这个账户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搞呢 首先第一步 在右侧有一个设置 在右侧有一个设置 有一个设置 那么你我们接下来 然后所有的修改 在这里有一个这个这个的 就一个一个照着改就可以了 那么假设你上10个产品 预算设置200到300 OK 然后地域 地域跟刚才360一样的 跟刚才360一样的 就是 呃 反正那几个地方不投吧 那几个地方不投就可以了 新疆内蒙古 西藏 内蒙古也不要投了 新疆内蒙古西藏 然后是 还有哪里 新疆内蒙古西藏 宁夏 青海 我觉得都可以不投 都可以不投 这几个地方可以不投 然后台湾 香港台湾澳门肯定不投 海湾肯定不投啊 然后点确定 这个就是地区 地区啊 然后这里是那个创意的激活时间 创意的激活时间点立即确认 立即啊 不要72小时 那你过三天才给你审核创意 那这个太太痛 太痛苦了 然后点确定 然后再往下 这里面有很多的选项 每一个的意思就是说 百度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一些其他的流量 你要不要啊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射手意图 就是什么 反正 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些其他的流量 你要不要 那不要啊 那贴吧流量 要不要不要 搜索合作网了 我不要啊 那你这里的话贴吧 你可以留个0.7 就比如说你投4毛的话 呃 他那边出2毛8 基本上也不会给你流量的 然后那个合作网络0.7 目标客户追投 要不要 好像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就是说你的有目标客户 然后你要不要帮你投 答案是也不要 因为核心点的意思就是 核心的意思就是百度说 我这里现在缺流量了 你要不要稍微弄一点 然后给你一堆垃圾流量 大概就这意思 精确拓展匹配也不要 智能创意也不要 高级创意也不要 全部不开 全部不开 OK 所有的全部不开 嘿 我记得有一个同胎展现啊 你们账户里面可能有同胎展现 有同胎展现的那个可以开 其他的都不要开 OK 简单一点 全部不开 啊 当然你如果实在想开 你回头自己去研究一下 你觉得哪些可以开 但是我的经验 反正就是开了就不赚钱 就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账户的那个基本设置 然后预算的话 10个产品是200到300的预算 OK 就是你可以直接点这里预算 也一样的 在预算累计吧 不要不要开啊 360很多是超百度的 就这里不要开就可以了 确定啊 这个是百度账户的一个基础的设置 那么百度账户的基础设置完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兴建计划 兴建单元 然后兴建那个词 孔山客服 同胎展现后台 更新后 哦 既然没有了是吧 那没有了就没有了 没有最好 反正百 哦 呃 我想我想到了一个了 这个我以前没有讲 创立 啊 在哪个地方啊 我看一下 那 个性化推荐 就是这里哦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每一个单元 就是每一个计划里面 它还有个设置 就每一个计划 回头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每一个计划里面 它有一个设置 它有一个设置 这里面设置里面 它有给你开了一个叫做个性化推荐 个性化推荐 当系统模拟什么需求 觉得您的什么广告就会被展现 就是猜你喜欢等个性的推荐 这个部分也可以关掉 因为我 最近我没有看啊 我之前有碰到这个 就是开了这个个性化推荐之后 比如说别人搜二胡教程 你明明投的象棋 他都可以给你投过去 这样子的 所以反正不要开了 就是这里面 就是百度有很多这种隐藏的这种选项 你知道吗 然后你把这些选项开着的话 它就莫名其妙的扣你钱 真的是莫名其妙扣你钱 所以把那些东西全关掉 你会看到每一个计划里面都有个设置 就每一个计划里面都有个设置 这个要一个一个关 百度不给你批乱关的机会 OK 就这个部分记得去关掉啊 通账展现 然后是五三克服好用还是商桥好用 这个看人吧 有些人喜欢用五三克服 有些人喜欢用商桥 那五三克服是花钱的嘛 花钱的你一般你你觉得用你喜欢用花钱 你就用花钱的就好了商桥是免费的嘛 就是看个人吧 我是习我是习惯了我就习惯了 因为我最早我一直都是用的商桥 后面我习惯了我就习惯了 五三克服我中间用过一段时间 我感觉用不习惯 所以后面我就一直用的商桥 然后现在像群里面的话 学员嘛让你们花钱嘛 感觉本来很多人就穷 还要让你花钱可能又不行 所以现在都用的是免费的 能用免费的就先免费的用着 所以这个是账户的基本设置 那么账户基本设置完了之后 到推广管理里面的计划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样的 跟360是一样的 新建计划 我还是讲一遍吧 这个页面好像我之前没讲过 是吧 新建计划里面 这一个部分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选择是网页链接 对吧 然后这个部分我印象里应该不用选吧 你可以选一个就是之前如果选过的 你就选兴趣 如果教程类的你就选择兴趣培训 然后点其他 然后点继续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计划名称 我们举个例子 刚才的二户教程 然后再是账户的地域 地域就末日 就是之前你的百度账户是设置过的 地域就可以了 然后时段 时段刚才也一样的 如果有些人是上班的 你可以不选这个时间段 就时间段 你可以回头自己去选 比如说九点到六点 所以竞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时关和随时开 你如果上班的你可以不同吗 完事了 明白 这个就是时段 时段 那么时段完了之后 推广方式就是关键词 然后这里都是默认的 移动出价 计算机出价比例 出价比例 百度的话 我是建议一比一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计算机头五毛的话 那么而不是我移动端头五毛的话 电脑端也头五毛 就可以了 你如果觉得你手机端出单特别好 或者电脑端出单特别好 那么你可以挑 OK 跟这个地方 跟我们上一期课程不一样啊 上一期课程因为开户上不让投电脑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是改成零点一的 对吧 就是计算机端不展现 那么我们是改成零点一的 但是现在电脑端可以投 那我建议你就把电脑端和手续端都投上 就可以了 然后预算 预算选择50 看一下这里有更多设置 更多设置不用 更多设置你现在可以不用了 当然如果你现在有否辞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否辞 这里我先不用 然后点新键 然后单元二虎教程 先把基础的给你讲一遍 单元出价 这里的单元出价没有关系 出价系数没有关系 分匹配出价 这先不要弄啊 先不要弄 然后这里是这里 这里不要管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关键词 这是关键词 那么关键词呢 也很简单 就是刚才的 假设你整理好了这批关键词啊 复制 粘贴 粘贴啊 然后出价 统一出价啊 改成0.5左右 就差不多了 然后匹配模式 匹配模式我这里说一下 因为这个是重点 匹配模式有五种 五种第一种是精确 精确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投了零基础 自学二虎 那么只有当客户搜索零基础 自学二虎 这里面一个字都不能插 标点符号也不能插 的情况下面 客户我的广告才会展现 那这种情况下面相对来说 流量会很小 会很小 OK 这是第一种精确 那么第二种是短语精确包含 短语精确包含 短语精确包含的意思 比如说我投了零基础 自学二虎教程 自学二虎对吧 那么当客户搜索 比如说我是钱 零基础自学二虎 的时候 我的广告也会被展现 因为这是核心包含 不是这个叫做那个 短语精确包含 短语精确包含 OK 那么假设如果有人搜索 比如说是 我是钱 自学二虎 那么这个广告就不会被展现 OK 这个就是要求就是完全包含这个词 叫做精确包含 那第二个就是同意包含 同意包含的意思 有点像那个百度的 360的短语智能匹配 就是说 比较接近就行了 就是差不多 那我就给你展现 比如说这里零基础 自学教程 对不对 它可能 就大概这个意思 比如说自学 那个 比如说零基础二虎教程 它可能就会给你展现 这个就是同意包含 就是意思差不多 它就给你展现 然后核心就是会更 更宽泛一点 就是 意思不一样 有时候也给你展现 就是这是核心 然后广泛就是更宽泛一些 就是就是什么词都给你展现 不叫什么词吧 就是百度还好 百度的哪怕你开广泛 相对来说流量还可以 但是360的广泛 这个就不好说了 所以的话呢 360最多开到短语核心 就差不多 那个叫做普通短语 就差不多了 那么百度的话 其实你如果否则做的好 你开核心包含 或者说广泛也可以 因为它不会给你匹配出太 它不会太给你乱匹配 这也是百度的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做百度的一个点 就是相对来说流量比较好控制 那么新学员 新学员呢 以前都让他 大家做那个短语 精确包含的 对吧 但是我最近发现短语精确包含 就是不怎么好出蛋 不怎么好出蛋 也不能绝对啊 就是也有人做的好的 那么我建议你们可以试一下 那个短语的同意和短语同意吧 你们就先试一下短语同意 那么如果你做短语同意的时候呢 你去看一下那个搜索词一定要看 因为它容易匹配出垃圾词 明白 然后你会发现一些乱七八糟的 死他也能出蛋 就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匹配方式 那这个部分回头 大家可以自己去拿捏一下 尤其是比如说像群里有些人 你一天消费不超过100的 比如说你一天消费100块 精确包含对吧 然后又没有单 然后那些产品 你可能比如说你是之前让我看过的 那些产品 然后又没有单 那你可以试一下开同意 比如说你出价是五毛 对吧 原先五毛是精确包含 然后消费很低 那么你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开花头那个四毛六 或者说四毛五 然后把这个开成同意试一下 可能效果会有惊喜 好吧 所以这个匹配模式回头 你们要自己去试 就是可以各种调一调 那你当然这里面前提说清楚 你一定要去看搜索的报告和讽刺 如果你不去看的话 你就开进去包含 因为你这个可以相对来说好一点 但是同意的话 还是有很多垃圾词汇会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匹配模式 你们一定要去弄 一定要去动 不是叫一定要去把握 然后点报车 然后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就是新建创意 新建创意 这个不用选 那么创意的话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创意的标题刚才讲过了 跟百度和360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们切换到百度 然后来看一下二胡教程 当然这里面你可以从百度抄 你也可以从360抄 然后我说一下 就是这里的创意 大家不要抄 负责 负责 是这个吧 就是你抄的话 你也不要抄的一模一样 我看一下 这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二胡教程加通辈服 再加错了 加通辈服 这里我说一下 每个标题和创意里面 最多加一个通辈服 395包有2015年二胡教程 入门到精通 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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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入路 素地 精通 2019 395 新版 2019 二胡教程 我不知道精通这个词线让不让上 有可能精通那个词之前可能创意会否掉 就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写创意的时候呢 你尽可能的可以多加点数字 多加点数字 那么这样子看起来会更有吸引力 因为中国人大家习惯看数字 可以习惯看数字 OK 那么这是第一个点 就是创意的标题 刚才360也一样 360我刚才只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操作步骤 那么是记得大家在写的过程里面 就是创意你可以自己编 那么编的时候 记得就是把多加点数字 就是直观的达到这个效果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在创意里面加钱 就直接写你这个东西是买的 免得就是加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想找免费的 他看到你的创意里面写了要钱的 他就不会点进来了 这样子可以节省你的广告费 OK 所以这里面说一下 就是第一个里面加字 第二个里面加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加价格加钱 OK 这个是创意的标题 创意的标题 那么通配服 通配服我看一下 我记得我这里应该是有的 百度帮助中心 这个你们可以回头去 自己去看一下 关于通配服的一个用法 我给你们看一下 通配服的用法 这个是百度的帮助中心 就是很多基础操作里面都有 回头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有时候有时候你们问我的问题 我实在很难解释 比如说你问我那个通配服或者说什么 怎么设置匹配方式 怎么写创意 尤其是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那有时候不好回答 我就直接给你把这里找出来 然后发给你 比如说关键词匹配 你可以去里面看基础知识 什么叫匹配方式 什么是广泛匹配 广泛匹配有什么好处 当然我这里说一下 就是百度官方的教程 和我这里的教程是有一个区别的 这个百度官方的教程是教你怎么花钱 教你怎么尽可能的多花钱 OK 所以你就是你学他的知识就可以了 至于他说的什么好处这种 你可以不看 OK 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那百度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多花钱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 开这个有什么好处 开那个有什么好处 那你基本上就不理他 你只要学他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了 OK 这是刚才回到那个创意啊 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写价格的一个目的就是 就是你不要点我 没有钱不要点我 明白 所以这是创意的标题 然后第二行是 继续抄 一把一套395视频收把收入到 7点入门18点 催浪弹上自有 还可以啊 就继续用他这个吧 继续用他这个吧 复制啊 然后 字数可抄了啊 二胡教程教程高清图解 就到这里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二官官官 2019新版 就是稍微改一下 可以稍微改一下 当然改的话 二胡教程教程 一套398 398 一套 一套 没有必要写啊 398 395元 中 那个叫做 总是 叫做免费更新 指导 视频收把手扶导 也可以 395元 硬盘版 硬盘版 视频收把手指导 免费更 终身 终身免费更新 那这个字符不对啊 那这样子基本 二胡 350 我看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卖点 就是你可以去里面看 有没有什么卖点 老师售后 服务导 高清配套 书记 像这里没有什么更好的卖点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挺好的 七天入门 什么三十天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可以用啊 15天 我这里写了15天 对吧 那么七天 不要用七天 你就三天入门 这其实写过了 去360里面 然后你可以去360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好一点的 那个 有没有好一点的那个案例啊 我觉得这 这这句写的也挺好的 看一下哪个更好 二胡教程 从基础 对了 从零 零 从哪像从 哪怕你写基础 你加个零字 可能也好看一点 到高级专业老师 一对一辅导 一对一辅导 你 如果你做不了 你可以不写 是我 我就会不写 是我就会不写 其实写了也没关系 关系是不大 专业老师 对一辅导 就是核心点是怎么说呢 就是 第一个里面多加数字 多加数字 或者多加效果 OK 然后 重生免费更新 视频 对一辅导 这里的符号 是英文的符号 只把手指导 三天快速入门 因为我前面写了三天 这个你尽量就不要用 尽量你就不要用 那个数字了 好了 这样子你一个就写完了 然后同配符我注意 标题里面加一个同配符 这里也只加一个同配符 不要加多了 你不要说我全部是同配符 那个会疯的 然后移动访问的网址 访问的网址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单页的网址 单页的网址 看一下我这里没有单页的网址 我假设这个就是我们单页的网址 我假设这个就是我们单页的网址 然后就好了 然后这是计算机的仿页 然后这里移动图片 不能不配吗 他现在要就是在网页端 他一定要求配图 就网页端一定要配图 那你就配 配怎么配呢 就是你去百度搜索 你去百度搜索那个二胡教程 或者搜索二胡就好了 看一下二胡教程 然后点图片 点图片 然后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图片 清晰一点的那个图片 就可以了 看一下 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找一个 百度搜索二胡 我就先随便找一个 假设这个 另存为 说明啊 确定 好 然后这里要求配图 这里要求配图 图片大小 这里说一下那个一个是1比1 对吧 一个是1.61比1 反正你按这个要求配 就好了 那么 我这里之前找过 那么没有的话 你直接选择本地图片 本地图片是这一张 然后选择 然后点那个移动端和电脑端的配图 先看一下 然后点应用 好了 那这样子移动端和电脑端就直接配好了 然后我先保存 他要那些主题啊 主题随便写就好了 然后点保存 啊 域名不一致啊 域名不一致 域名还能不一致 我忘记到是哪个域名了 这个是一下 这个域名就是 这里的域名就是你的那个 呃 这个叫什么 域名的 就是开户上给你的域名啊 这样子就好了 我先点完成吧 这样子你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新建的应该是这个吧 应该是这个二户教程 然后可以看到啊 就是关键词也好了 关键词也好了 开的是那个端语同意 开的是那个端语同意啊 然后创意也好了 啊 创意也好了 那这样子就 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设置就好了 一个最基本的设置就就可以了 然后创意的话呢 要求就是说你可以再添加一个创业 再添加一个创业就是按照我刚才的方式改一下顺序或者怎么样子 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百度账户的一个设置 百度账户的 的一个设置啊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关键词的出价 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漏掉了 如鱼算 应该没有漏掉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呢 关键词的出价 关键词的出价啊 那么关键词的出价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说明 就是出价不要出太高 今年就是出价不要出太高 因为呃我们的点击价格是会决定于那个我们的出价的 我举个例子 前两天有一个学员不小心把出价出到了9块4 他把价格出到了9块4 然后基本上点击价格在6块左右 那你想想吧 50块钱的预算基本上就10分钟就没有了嘛 10个点击基本上50块钱就没有了 所以所以就是这个部分不要不要乱出价啊 第一个不要乱出价 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不要呃 不要拼命提价 你比如说没流量了 假设你没流量了 没流量对吧 假设你没流量那怎么办 最合适的方式你先加词 第一个是先加词 加了词如果觉得你没得加了 你可以放匹配 明白吧 就比如说你之前是精确包含 那你可以直接改成同意或者改成核心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垃圾流量会多起来 不是说好处 就这样子的特点 就是垃圾流量会增加 那同时也会有很多的词 他会出单 明白吧 就是也会有很多的词 他会出单 所以的话呢 就是你还你为与其提价 你还不如就是放匹配 先放匹配 如果说放完匹配之后 你流量还是没有 那你可以再提价 OK 就是工作顺序是这样子的 再说一遍 就是如果关于出价 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先出五毛 对吧 假设或者说我出四毛五 假设我先出四毛五 然后现在没有流量 或者流量很小 那我们我们第一步加词 这第一步按这个顺序走 第一步加词 如果加了词之后 流量还是变化不明显 那么第二步放匹配 放了匹配之后 流量肯定会增加的 放匹配肯定会增加流量的 然后你发现 你就要否辞了嘛 对不对 放匹配一定要配合否辞 否完词之后 你发现流量 你觉得还不满意 你想还要加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考虑说我加价 一般是这样子的操作流程 所以你不要说 我一开始上来就提价 因为提价 总有一天会提到你亏本的 OK 所以这个是关于关键词的一个出价的问题 那么时间原因 因为差不多9点半 我本来是想把数据分析 后面还有很多内容要讲 估计分两个晚上讲了 所以今天的话 时间原因 我们先把账户的一个基本设置 给大家先讲完 基本设置 先讲完 然后后面的关于账户的优化 就等明天 明天晚上再来讲 因为讲不完了 讲不完了 来看一下 就是从第一天的找产品 到做单页 到账户 包括你自己 可能有些人做得比较快 可能已经出单了 或者说已经操作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有问题 现在可以提出来 说有还是没有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提出来 刚才小伙伴碰到的一对一辅导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这个问题涉及到客服话术了 我提前给你 透露一点 客服话术里面的 好像没有加在这里是吧 这里好像没有放进去 没有放进去 我就直接跟你讲 是这样子的 客服话术里面 如果他说一对一辅导 你肯定不能说没有 如果人家直接问你 你肯定不能说没有 你一说没有就死掉了 那一般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一对一辅导 你说有的 包括后面有课程更新 我们都会免费给你更新的 就是有的 后面有课程更新 我们都会免费给你更新的 就你不要在那里 跟他死磕一对一辅导 你要跟他讲的是 我们后面有课程 都会免费给你更新的 这个才是重点 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客户给你挖了一个坑 你不要自己跳那坑里说 我没有 那你死了 你跟他说在那里执着 说有 你跟他说有 客户会问你说 那你们老师联系方式怎么样 你们怎么辅导的 你死了 你跟他说 我们后续课程有免费更新的 就好了 然后客户肯定会问你的 他不会再跟你纠结 说有没有一对一辅导 他会跟你纠结的说 那你们怎么更新 对吧 然后你说 加一下我们微信 我们微信上面会发你的 就OK了 然后加了微信之后要地址 要完地址之后收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就是 叫做什么 就是引导客户 不要被客户带着走 50个产品 大概每天消费多少 看产品吧 我们有 我这里有100个产品 可能有很多产品 可能一天就花几块钱 这样客户要求试看的话 是这样的 客户要求试看 看完之后的转化率会比较的低 因为我们的内容很多 给他看完之后 他就不买了 这个也是事实 我这边碰到也很多 就是看完了不买了 当然有一些看完了还是会买 这个是有 就是我之前碰到的那个 呃 某个产品吧 产品就不说了 就是看完之后客户就直接赚钱 那也有 要看你的内容了 如果你内容好 你可以给他发试看 如果你内容一般般 或者内容比较差 那么你可以给他发目录 就你直接给他截图发目录就可以了 那人什么服里面的词 cd好多版本或者功能要不要加上 这个部分看你的单页 比如说你的单页里面 如果说是工程图设计 室内设计教程1918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 我建议呢 你看一下你的单页 就是说里面有没有这个这个词 你说的是什么了 你说的是通配符里面 呃 你如果单页里面有的话 首先第一个这些词是可以加的 词是可以加的 然后通配符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其实官官方的 就是官方的课程里面 就是说官方的说明里面 就是这个通配符啊 就这里的这个通配符里面 应该是加你的这个单元里面 最长的那个关键词 明白吗 比如说刚才你发了我四个关键词 对不对 其实最长的词是CED教程 是室内设计教程 对吧 这是最长的词 其实你这个应该会加这个词 那么你看一下这个字数 刚好是50 就不会超 明白吗 那假设比如说我这里还有什么其他的字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反正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加的 那我我这种比较偷懒 所以我就加一个短词就好了 就是就是随便加了一个 他理论上应该是加那个单元里面 最长的这个词 是这样子 这个要不要都加上是什么意思 通配符里面就随便加一个词 通配符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这里加了这个词之后 这里的词是变成客户的搜索词的 比如说客户搜索 我是钱 然后他这里的词就会变成我是 如果你投了我的这个广告 这个关键词的广告的话 就是这个词他会变成我是钱 他不会变成什么室内设计什么什么 明白 如果是关键词 你说的就是加关键词 那么这些关键词全部要加上 因为你单元里面有 如果说你是说创意里面 创意里面你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假设其实这模板还挺通用的 对吧 就2019什么什么 就把这里换成那个就好了 其实通用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通用的 还有没有 质量度一直是6 6 关键词的质量度 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忽略 你要提高质量度的话 你一般来说是需要提高点击率 你要提高点击率的话 一个是放匹配 第二个是提高出价 可我说了 假设啊 你如果说你头这里面写的是这个 那么客户搜2018教程程的时候 它会变成这样子的 就是它会变成这样子的 就是客户看到的 来 就是客户看到的是这样子的 明白了 如果说客户搜的是 那个就是你里面加的是这个的话 它会显示的是这样子的 这是客户看到的 OK 咨询 点击多咨询少的情况 点击多咨询少 点击多咨询少 你的点击到和咨询 大概比例多少吗 就是比例多少吗 一般点击多咨询少的话 你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词 就是说你看一下搜索词和你的 就是账户的词 有没有说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例 就是典型的案例 这种 如果你的账户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估计这个 这个这个人是没有咨询的 就这种情况估计是没有咨询的 因为它里面肯定是匹配出来的 很多乱七八糟的词 300个点击 300个点击 按照三毛钱 一个是90块钱 两三个咨询了 90块钱两三个咨询 能不能出单吗 我感觉还好 就是在线咨询还是电话 还是为加微信的 如果能加微信 其实是没问题的 如果说是在线的 看有没有能不能跟你聊吧 能跟你聊的 我觉得也没问题的 300个点击是90块钱吧 就是我们算钱吗 因为你正常的话 90块钱 你两三个咨询 你稍微好一点的话 能成交一单吧 正常 当然你如果说你说咨询特别少 那么你去看一下你的商桥代码 就是说你的商桥 包括你的那个加微信的这个 这些就是这些 这些这些案件是不是正常 然后我今天还碰到一个案例 就是它的网站打开很慢 这个部分可能是单页 或者说你的服务器的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你自己回去要去检查 如果说你碰到网站打开很慢 那你没咨询也很至少 就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点 要么就是你的流量不对 就是说可能流量跑偏了 或者说流量就是垃圾流量比较多 那肯定没咨询的 对吧 那你其他的没问题的话 就是单页里面看看 是不是什么原因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回头像这些 我会再给你们录成一些小课程 哦 其实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你们之前问过我的 都是你们之前问过我的 我还没我还没讲 这个我回头给你们录成小课程嘛 好多问题 投放时间怎么样呢 嗯 还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一个小作业啊 小作业就是 呃 如果说你们已经把产品 当然如果说学新学员啊 如果你已经把那个产品的单页做好了 那你就赶紧开货上啊 那如果说你现在呃 做了一半 或者你想先做练习的 那么你可以用我这里的账户 就是用我给你们发的账户 第一天的资料里面啊 在那个 这是第四天 这些资料我回头会给你们上传到网盘里面 你们可以去下载 然后 在第一天的资料里面有一个 账号密码 用这里的账号密码登录一个百度账户 然后你可以先去新建 就是新建 就像我今天课程一样 就是去去新建一个产品 然后上一下关键词 先练练手 熟悉一下 OK 当然你也可以等 就是等我这边 等你具体操作账户的时候 再把我的课程拿出来 然后就是照着做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嗯 好吧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然后明天晚上课程继续 好吧 然后课程我晚上或者明天会上传到群里的 那我们下课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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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